再看到新城乡公所在22号上午 举行新城乡北浦生活圈都市计划道路 新辟工程启用典礼 和立台感谢县长徐中卫 主委立法委员以及县议员 新城乡民代表会的支持还有协助 来提升行人以及行车安全 提供用路人便捷安全的道路 展现新城优质的建设在要紧 新城乡北浦生活圈都市计划道路 持恩路新批工程启用典礼 开辟完成一条道 划令机场无耗制的安全舒适道路 以改善疏解家里一路到家里四路 六个交通耗制等待的时间 让车辆通行顺畅 与疏解坐边车流 持恩感谢持恩慈悲恩事给我们这条道路 刚好又是我们这个慈恩十五村 慈恩十五村 它这个村叫慈恩 所以我们起名叫慈恩路 各位好不好 好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当时为什么会提报 内政部会通过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台九线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交通流量是花莲线 北花莲交通流量最重要的一个道路 就是这条光户路台九线 它一天的交通流量是花莲之首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 它的红利灯特别的多 我们从福德路开始算起 到这个总共六处红利灯 所以要到我们机场 直通到我们往北边来走 要经过六个红利灯这条道路 包括我们要到机场也好 包括我们到慈恩也好等等 所以呢 我们当时提报这个计划的时候 获得县服以及中央的这个知识 所以今天这个道路都能够来完成 所以我要感谢人非常非常的多 除了县长以外 金方以外 议员以外 代表会以外 村长以外 更要谢谢广大的乡亲 对公所各项业务的支持 让我们各项的私务法都能够顺利能够严满 既然许中文也肯定先能向上合理一台 率领的公所团队的努力和成果 江山的规划 还有整个交通网络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路 它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对于我们新开辟的 我们的这个生活圈道路的提报 我想这个是内政部 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叮咛 我们很多的道路 现在要先纳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圈道路之后 年年再做考核 所以再次给我们新城乡公所 我们合理台乡长 还有工程单位长 掌声一下好不好 向南合理台表示 新批道路规划考量南端入口 能够平顺衔接 保持交通顺畅 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感谢立委孔文及协调 与交通部中央企业局达成共识 我想向基地内退缩 我想借用面积21平方公尺土地 以加大入口的宽度 另外考量到周边住户冲击影响最小 感谢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支持同意将长72公尺 我想向基地内退缩4公尺 作为道路的使用 虽然为获得财政部 国有财政局认同 无法办理无场播放的事宜 也并感谢内政部影舰署 发展现政府现场其中卫 诸位立法委员以及县议员 行人下面代表会权益的支持和协助 以提升行人以及行车安全 供用路人便捷安全的道路 展现行车箱优质建设在要近 记得就让我们先看到吧